楼市近月交头再度转趋势热,个别二手赤价屡创新高,整体市况出现价量齐升现象。赤价方面,按差在物业股价储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显示,最新6月份指数维持394.5点。 较之2019年5月历史新高紧差0.6%,整体售价仍然高位徘徊。 同时,整体楼市成交量亦持续处于高位。按土地注册处记录,上月整体楼市总注册量,包括所有一、二手注册交头及非注册物业成交,达至9929宗,按月再升近6%,再度突破同样自2019年5月以来的高位。 数字反映现时楼市明显已重返两年前的高峰水平。市场刚性需求明显未受疫情影响。 当然,读者都会明白,注册量的登记数据是制后即时市场的,有关上月份注册量主要反映6月份市况。 当时一、二手齐旺,以上月注册量计算,二手交头达6,443宗,亦是至2012年10月以来第二高,仅次于今年4月的6510宗高位。 近月二手交头回升,相信部分新盘向渔客转投二手市场。此外,因应新居屋正在柬楼,而且指渔下粉领皇后山山丽丸单位代售。 因此近月不少新居屋的向渔客,以白居二或是陆表客的身份转投居屋第二市场。 令过去两个月整体居屋第二市场交头急速上升。按房委会提供数字。 今年6月、7月间居屋第二市场成交达1,134伙。 较过去平均每月只有200至300伙大幅增加。 至于新盘市场同样热闹,虽则上月缺乏大型新盘登场。 一手销售稍回落至1,200多伙。一手注册量也将回落。 然而,踏入8月份,多间发展商已经预告加紧推盘。 多个一手盘蠢蠢欲动,包括率先收票的宏安清衣汇南。 新地旗下天水为湿地公园路新盘Wedland Seasons Bay第一期。 最快本周开放示范单位及开架。 其余如中周置业的沙田新盘星海、提岸。 加里及顺致发展的黄竹坑洋海。 以至行地的则如冲Verhoban。 军部署月内登场。 相信本月新盘市场势必回归热闹。 预期下月一手注册量肯定会大幅增加。 综合而言,近月物业市场绝对是全线旺长。 无论是二手市场、居屋第二市场、一手新盘市场、甚或是工商铺市场,都有转趋暢旺的迹象。 反映市场上资金仍然充裕。 整体银行存款总额仍处于高水平,而息口又持续处于低位。 资金需要寻求出路,正当近月股票市场变得风高浪急之制。 投资物业市场,追求较稳定的回报。 整体物业市场自然变得暢旺。 相信短期内楼市单月注册量势必突破一万宗的近十年高位。 请不吝点赞技術向后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